這次我選擇的是棉豆糊底下的棉豆皮寶墊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是六月底的樣子 然後我等了一個月 在七月底的最近終於收到這一個超大的紙箱 那我們現在就陪我一起來開箱吧 它紙箱的側邊會勾選你這次購買的規格 我這次買的是標準單人的尺寸 然後它除了這個之外也有加大跟IKEA的Size 所以你的床架如果是IKEA的話 其實連豆皮也是有支援那個規格 打開箱子之後呢 裡面其實就是豆皮本人 然後我買的系列呢 是會加送一個棉豆腐自己的床包 那現在呢 就讓我把這一個搬出來 攤開之後呢 其實就是轉彎的凹著處其實會很明顯的看出來 可是這邊因為是封起來了所以就還好 不知道這個縫縫會不會影響到睡眠品質 床包跟床墊組裝完成了 剛剛呢花了很大的力氣在組裝 本來也有拍過程給大家看 但是我的GoPro不知道為什麼把那一段整個砍掉了 而且裝這個真的超累的 所以我不想再裝第二次 所以就像這樣子吧 自從我把這個豆皮搬出來之後呢 已經過了五天 接下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上面睡了五天的心得 首先呢先從床包開始吧 這個床包呢是買棉豆皮的時候就會免費贈送的 這個床包其實一開始我摸的時候會覺得很粗糙 本來以為我睡個幾天可能會不太適應 但沒想到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不舒服 但是因為我自己對於床包的要求沒有很高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就是比較敏感的人的話 可能你還是要依照實際的狀況去感受一下這個床包 是不是適合你在睡覺的時候 反正它是免費送的啦 如果到時候真的想要換一個的話也沒有關係 反正送的嘛要求就不要那麼高了 然後講完床包之後呢 有個小地方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個凹槽 就是我們在打開棉豆皮的時候 會發現這邊會有一個就是折痕比較明顯的凹槽 本來以為這個凹槽可能會比較影響到睡眠的品質 但其實還好 因為我把它放在是腳的位置 所以在睡覺的時候其實不會感受到這個凹槽影響到太多的品質 甚至有時候是會感受不到的 而床墊的暖硬度呢 我覺得是偏硬的啦 但如果你是很喜歡睡那種暖到會凹陷的床墊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去實體店談談看這樣子的暖硬度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整體上來說我這幾天睡過豆皮之後 我覺得它在五六千塊的薄墊的品質上是有符合我的期待的 起碼睡覺的過程中是舒服的 然後睡醒之後不會覺得腰霜背痛 如果你最近剛好可能是要換宿舍啊 玩家或是剛好跟我一樣想換個船墊的話 豆皮是可以參考看看啊 但如果你真的很擔心自己是不是可以習慣豆皮的話 其實棉豆腐有實體的體驗店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大概據點在哪裡 可以先去試堂一下之後再決定是不是要訂購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就讓我隨便的結束在這邊吧 那我們下次見 掰 這裡是演技生活 我們下次見